副總統賴清德走路宴會廳 藝人賈永捷穿著紅色禮服 拍手歡迎 兩人座位就坐兩隔壁 笑得很開心 賈永捷臉書貼文寫下 我個人覺得很配 是說顏值的部分 還hashtag到底要跟誰配 臉書貼文引發熱烈討論 有人說可能是最美麗的副總統 也有人Cue看民調 跟蕭美琴也是絕配 蕭美琴在美國很討厭 我們跟美琴這麼勾進去 來清德不止一次公開稱讚蕭美琴 還曾脫口說出把美琴送進總統府 不難看出對蕭美琴確實很滿意 而根據三類新聞掌握 十一月中在美國舊金山舉行的APEC 駐美代表蕭美琴也會現身 等活動結束返臺 也能趕在十一月二十四號 二零二四總統大選參選登記 截止日之前 帶著外交曝光度 很可能也對選情能夠加分 APEC會議之後 張宗盟代表他也一定會召開一個 會後的記者會 那這個基本上我想由蕭美琴代表 來做一個主持 這也是很自然正常的事情 那藉由這樣子的一個國際場合 蕭美琴他的一個露面 我相信這對蕭美琴在日後 如果說在十一月二十號 能夠作為是賴清德的一個副手 來競選政府總統的話 我相信這對於蕭美琴 甚至對於賴清德而言 都是一個有加分的一個動作 賴清德副手是誰還沒定案 蕭美琴的外交歷練 讓他成為副手熱門人選 有沒有可能在APEC之後 反臺跟賴清德聯手初級 拭目以待 下期收看前面的宗盛軍 泰北報導